崔永宜骂学藩什么?崔永宜为什么骂学藩? 崔永宜骂学藩什么? 崔永宜之前在微博骂学藩一个会干一个会算,崔永宜发了一个截图,是学藩上金星秀的视频截图,进行问他导演背后的女人是什么感受,学藩言下致意是不会管住冯小刚,也不担心他反正冯小刚是男人,又不吃亏。 当年冯小刚当年拍手机《韩沙摄影》把电影中一个出轨的男主持人给对比成了崔永宜,崔永宜因此还患上抑郁症。 如今手机2据说又要开拍,崔永宜跳起来了,把当年手机的主创演员们挨个对了一遍。 其中在攻击冯小刚的时候也顺便卖了一波学藩。学藩有什么值得骂的呢?一段在金星秀里的争议视频被崔永宜原翻出来。 节目里,金星问学藩导演背后的女人好当吗?老公是明导,会不会担心很多女明星扑上来惹上风流寨?学藩一句,我们家是男的,你让他战变于就战白,吃亏的又不是我们。 他甚至表示,反正都是他们主动往上闯,我们家是男的,来一个算一个,倒在他的枪下,我们又不吃亏。 学藩话里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洒脱的态度,表示不会管住老公冯小刚。 但是明面上的一些字眼确实有些毁三观,于是被崔永宜原大肆利用,在微博上八个字开撕,一个会干,一个会算。 前半句侧面也坐实了冯小刚经常在外面乱来,后半句则是嘲讽学藩真会算计。 要知道,崔永宜原与冯小刚原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全部因为冯小刚拍摄了手机筹备拍片期间使用新机套去并歪曲丑化了崔永宜的形象,从此两人分到两标。 时隔多年,冯小刚再次开拍手机二引发了崔永宜原的娇伤。 崔永宜原为什么骂学藩? 因为冯小刚和崔永宜原的矛盾导致崔永宜原把怒气牵到了学藩身上。 崔永宜原表示,一直以来两人都以一种模范夫妻的方式露面。 其实冯小刚和学藩两个人都很乱,学藩拿冯小刚没招,两人各玩儿各的。 冯小刚曾经有过一次婚姻,前妻张帝是一名护士,两人育有一个女儿,之后拍摄电影《大撒把持》,看上了学藩。 当时学藩的对象本来是王志文的,但是两人因为那矛盾刚刚分手,于是两人暗地里联络了起来,谈了九年后,冯小刚和前妻离婚,然后迎娶学藩。 据悉,冯小刚早年就曾和主持人沈欣传出过绯闻,还闹出过叶宿门事件,当时报道称,学藩和冯小刚闹矛盾,然后冯小刚出轨,后来还是学藩扶了容,才劝挥了冯小刚。 精心曾在节目中问过学藩,著名演员学藩和冯小刚老婆更希望成为哪个角色。学藩毫不由于地选了冯小刚老婆,后来冯小刚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选择学藩当我媳妇,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学藩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时被问到假设冯小刚刚出轨怎么办,学藩还说过另一段更易未深长的话,有一个算一个倒在我们家枪底下,我不吃亏。 我们家人是男的,他战变鱼就是我们全家战变鱼。